這樣看你就稍微看啊 沒關係 嗯 看一下 讚 我現在不餓了 你才拍兩顆 你就很餓 好 看可以 好 完成 好 皮皮把書拿起來 到臉前面這樣翻 對 翻到這一頁很好 餓了 才拍兩顆 你就很餓 你會拍很厲害嗎 應該是吧 喜歡 走 這不錯啊 你等一下要去開箱 喔 這很可愛 好 好 看可以 好 我要用小月在裡面 你吃我一粒的棚 一天在等 一天生的月子 衝完六隻鳥 打拚就有 不要忘記 對 好 轉一下鑰匙 對 沒有那種感覺 這個 才第一分子 這個沒有其差太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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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差不多到宵夜時間了 所以我們剛剛先 先趁機吃了兩顆 是喔 對 是喔 我一直覺得導演在整理 他一直在那邊笑 他一直在那邊笑 他笑得好像滿開心 因為他笑的時候就是拿麥克風在那邊笑 呵呵呵呵 這支MV是在講一個青春期的 一個很自我的狀態 然後這個狀態就是我自己的印象是 就是你其實國中高中啊 那個時候你會放學出來跟朋友約 然後可能就是會約在夜市 然後約起來其實也沒有要特別做什麼 但是一群人聚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會特別覺得自己有存在感 然後就會對於未來的景象有一種 我不能說是憧憬 但是我覺得是一種就是一種存在的感覺 很強烈的一個生命的韌性 然後好像你一直在尋找一個東西 所以你就一直在找一直在找 可是那個東西其實到底是什麼你也說不出來 兒子會參與是因為我們上次看完景以後 導演覺得好像要有一個我們每一個人小時候的 對於自己想像力對於自己長大的一個樣子的一個 一個一個樣貌 然後很期待很興奮 然後我們想要有一個就是那個對比 好像一個小孩子的一個平行時空 然後那個小孩子其實他永遠也都沒有離開我們 他其實一直住在我們的心裡面 然後我們一開始還在煩惱說 到底要這個小孩子怎麼辦 要找要找誰因為因為我是個混血兒 所以導演就就有點煩惱說要找小孩 好像這樣子都不能拍到臉這樣子 然後過了幾天以後他才問我說 欸那你小孩能不能來 然後我自己也在想說 對啊其實我小孩好像可以來拍這樣子 然後我就問他了我問他 然後當他知道自己要拍MV的時候 他就說喔所以YouTube上以後看得到嗎 我就說對 然後他就馬上就答應了 表現 滿意啊 當然滿意啊 我覺得很 其實因為其實我們這個拍MV 整個狀態也蠻輕鬆的 然後其實就是一個出來玩的概念 然後因為現場很多人 他也都認識 所以他其實自己也蠻自在放鬆的 我現在要開始發片了 我要開始唱歌了 我覺得好像是一個 一個重新開始的狀態 然後好像可以把一些過去給 給放下 所以我覺得剃頭髮這件事情 好像是可以一個 把一些過去的東西給 給忘掉 然後也有種重新開始的感覺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